魔术飞哥 那魔术师如果没钱花了之后呢 只需要一个布袋子 没有问题布袋子 然后手里呢还有一些白纸 把这些白纸呢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只要摇钱袋 只要轻轻的一摇呢 钱呢将给变成了 变成了50块钱 50块钱如果不够花怎么办呢 再把袋子拿手上摇一摇摇一摇 摇一摇呢 你会发现全变成了一打一打一摇一摇一摇 那袋子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准备的袋子 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一个魔术的揭秘环节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变的 其实变这个魔术非常简单 这个道具的玄机就在于这两边 它是一个三层的袋子 大家注意读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边你看 一层两层 那我在每一个夹层里面呢放上相对应的钱 把100块钱放进去 那这时候呢 就慢慢慢慢把这些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都是一打一打的 一打一打的 我用的这些呢都是魔术道具 大家可以放一些东西的 然后这一期魔术揭秘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的呢记得关注我们的 每天更新带你玩魔术 这边看 这边看 这边看